嗨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Hoping Music 圣诞打歌特别版 在11月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 贯穿整个冬季的企划叫做情歌 我们做过了一些专题 在做过了一些直播之后 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现场的音乐版本的情歌主题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和谁在一起 都希望你可以在现场音乐的氛围里感受情歌的浪漫 今天我邀请到了两位我觉得非常优秀的 也是非常欣赏的音乐人 来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样一场 特别的圣诞打歌现场 首先让我们有请文赵姐 我爱你 我爱你 世界难度真美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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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难度真美丽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俩很难再相遇 我爱你 我爱你 这是分开一颗心 生命里总是能被记起 也偶尔会失去 没什么值得能孤独 怎么到最后 只剩下一个我 懂得什么是珍惜 也就不再孤单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世纪难度着美丽 我爱你 我爱你 无伤心的关系 我爱你 我爱你 也许很难再相遇 我爱你 我爱你 只是分开别可惜 我爱你 我爱你 世界难度着美丽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伤心没关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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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很难再相遇 我爱你 我爱你 真是分开别可惜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文赵姐 大家好 她是文赵姐 今年刚发了新专辑 叫什么名字呢 叫爱神 这张专辑我发行之后 会去看一些你的粉丝 还有一些可能路人的评论 他们都会受到一个问题嘛 就说文赵姐 你为什么整首作品 都要以这么小声的状态 或者是他们所谓的 假声的状态去演唱 而不是说到了后面 可能会有一个 他们在期待着 你在第二段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真声出来 然后以一个比较俗一点 高亢的一点的状态出现 使得这个层次 或者是情绪上的这种 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反差 那你为什么选用 整张专辑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呢 因为其实在做这张专辑之前 我的创作思路 有一些变化 我更希望以一种不打扰的方式 去表达想说的 我希望他不需要有太多的 多华丽高亢的高音 多复杂的阴沉 他也许就是你正在忙着你手中的事情 但是他又可以给你多一些的陪伴 对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就像文章杰他有说过 形容过自己的专辑 是一张家务音乐嘛 然后我自己也会在自己家里面 做家务的时候 自己来听这样的专辑 那介绍一下 下面要演唱的这首歌吧 下面要演的这首歌叫《好事》 然后他也算是我对 自己今后或者是说 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今后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美好的期望吧 我觉得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过得非常的不容易 有各自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选择好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所在 我们下面先有请文兆杰带来他的好事 时钟会想起难闻的天气 只是些好事 只是些好事 反呆看着云 云飘到哪里 我会静静的告诉你 我会静静的告诉你 生命不该这样而已 生命不该这样而已 回忆回收就说再见 回忆回收就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紧紧的告诉你 生命不该这样而已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快乐健康的活下去 你要多关心你自己 没什么能够打败你 该说的话我快说完 回忆回首就说再见 Zither Harp 始终会响起 在最后一首歌之前 我们来聊一下爱神这样专辑的编曲吧 因为它整个其实气质还是蛮特别的 所以你在做这样专辑编曲的时候 你有刻意留意哪些部分的音色吗 这一张专辑其实最突出的 还是合成器和贝斯还有鼓吧 然后我减少了很多很多吉他的比重 我觉得跟我的杂七杂八的喜好有关系吧 比如我会喜欢单身到去录合成期 鼓的音色更不用说鼓 是我们这一张里最下功夫的 它的snare非常的短处 然后非常的dirt 听感上会有一些脏 它会显得不太干净 但是非常有力量 因为最后首歌是爱神 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其实一开始你并没有 自己不是最喜欢这首歌对不对 对最早我其实对它没有太大的感觉 我只是觉得它完成的还不错很完整 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爱这首歌了 其实发完专辑之后 我有回去又重听了很多遍这张专辑 因为我想找到一些它可能还存在的问题 或者一些进步的空间 后来我发现这首歌是在我的听感里最耐听的 因为它的旋律写得非常的真挚和诚恳 它就是在很认真的讲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真诚的东西它是很难过失 它是可以留下去的 那最后我们就有请文兆姐带来这首《爱神》 我所有的爱 全部交给你 过去到现在 过去到现在 曾这样的停 过去到现在 曾这样的停 借着暗闪动 爱在爱里面 要是你上诗 去赞生缘远 有时很深刻 有时是不迟 人流的日子 很快会故事 借着暗闪动 爱在爱里面 这一路是会破到很奔脱 让你很难跨过都可 爱是恍然生命都不过 没什么可惜 总算是经历 很难情人意 这样是最后 人流的日子 很快会故事 这一路是会破到很奔脱 最后很深度 爱在面 爱在爱里面 爱在爱里面 你都会破到很奔脱 你都会破到很奔脱 你怎么不破到很奔脱 我看不破要是你 我带敬礼 你怎么会破到很奔脱 因为今天是圣诞主题 所以就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松弛一点 慵懒一些 像在家里一样 所以就穿了一个睡衣 然后带了一个圣诞的鹿角头饰 确实是为这次准备的特别买的 花了多少钱大概 这个加起来差不多300元人民币 今天WOW的第一首作品 实际上是一首相对来说 比较能够轻松入耳的作品 对吧 叫The Forest 森林 没错 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这首歌是我在19年发布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里面的一首 然后这首歌我想表达的就是 城市就像森林 然后我们人类就像是野兽一样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像一个语言一样 然后是最高级的语言 所以今天放在情歌专场之后 可也是合适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我要给我们带来这首The Forest Just having the h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esistible inhibitions No need for emphasizing the truth Just follow the law of traction Instinctive mem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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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They be reaching out to the sunset We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Every creature seems to be lost They are having some visions To dream about in one and only person However the night breeze is never skin touch So hard to feel that invisible touch Passing out, the picture starts fading Waking up, the chandelier keeps falling Instinctive mem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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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They be reaching out to the sunset We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Every creature seems to be lost We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Every creature acts as for love We are living in the forest We are living in forest 我一開始有幾秒鐘的三次 我虎虎 我虎虎 未來的不再愛 我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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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The Forest之後呢 我們下面首歌要 有请威尔带来一首新歌 然后你把周哥的首眼 留在了Hopiko的这个现场 我甚至都没有听过 然后这是威尔 在刚刚才告诉我的一个消息 来介绍啊 这首全新的歌曲吧 这首歌是我最近做的 然后它的名字叫 About Darkness 关于黑暗 然后我想要去塑造一些 离这个时代很远的 具有神话色彩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场景吧 那所以这首歌其实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被大众那么快的接受 我们自己在这个行业内都知道 实际上有很多音乐 包括可能像这样的严肃音乐 它没有那么好的市场收益 但你为什么还愿意坚持 去做这样的音乐呢 音乐人和他自己的音乐 是相互选择的一个过程 之所以现在做这样的音乐 也是和从小到大 一切一切的经历 是离不开关系的 做这样的音乐 说到底还是个人选择 所以哪怕你可能 因为做这样的音乐 比较孤独 甚至有时候要 处在自己的黑暗当中 你还是会坚持做它 是的 因为已经很多年了 你该习惯了嘛 你还是会坚持做它 是什么意思的 还要是尽力的 是什么意思的 你还是会坚持做它 你还是会坚持做它 随便 re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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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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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